大家好,我是凯西 我现在在新西兰奥克兰的一家酒店隔离呢 已经一半时间过去了 本来今天我还挺开心的 但是早餐以后呢 就收到了这样一张纸 被这张纸搞得心情很糟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吧 这个信的大概意思就是 今天要对6月18号来自德里的一个航班 的乘客进行检测 在9点到11点期间避免使用电梯 然后取消了一些带领散步的活动 我当时看到德里这个词的时候 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我真的觉得自己躲过了北京新发地 却没有躲过和印度人共住一个隔离酒店的遭遇 心情非常糟糕 我现在的心情就是无数批的 那个什么从心中狂奔而过 我觉得这个防疫小组啊 他们发这张纸的目的啊 有两个一个呢是就是说告诉你这段时间 锻炼的时间取消了 你避免造成和这个 他们在测试的人的这个时间 是共同的时间共同的用这个电梯 还有的就是啊明确告诉你这是从德里来的航班 警醒大家注意他们可能也不方便直说吧 因为昨天也是周末嘛 然后大家都在休息 所以一大早这个就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大家吧 我在这里吧也提醒一下哈 如果家里有不懂英语的老人独自回新西兰 然后独自隔离的话哈 建议老人要利用一下微信这种方式哈 把每一个纸片最好都给家里人看一下 或者是打电话给前台呢 寻求这个中文服务 以免错过一些重要的信息 现在印度呢大家都知道 我今天查了一下印度今天已经累计达到了 410461例 印度移民呢在新西兰的情况呢 最近是新西兰本身已经是新增了9例 而且这接连三天的病例中呢 有五位呢都是从印度回来的 因为之前呢在新西兰lockdown的时候 就是封国的时候啊 这些国家是没有通行的 现在通行了以后呢 高风险国家的人呢都回来了 就造成这个病例的激增 其实你也不用说这个中国防疫工作有多好哈 你都不用去网站上看各国 他们自己公布的这个国家的病例数字 你直接就看新西兰和中国入境的病例 都是来自哪儿你就明白了 就知道这个印度的这个官方的这个防疫措施有多差了 我之前呢也是觉得新西兰的防疫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最近呢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是越来越多 也听说有流浪汉入住酒店蹭吃蹭喝的 还有隔离期间豁免去参加葬礼 然后不回来的 还有这个豁免去参加葬礼以后 回来发现检测曾阳性的哈 这个都是一堆的事儿 我就不明白的一点呢就是不懂他为什么是在你入境以后第三天和第二和第十二天才进行检测 难道不能一下飞机就检测吗我真的不懂哎 反正你隔离的钱已经花了对不对而且检测和治疗也也是都是免费的是不是 但是越早检测的话对个人和国家都有好处啊 这个治疗成本也低一点对不对 不懂 现在呢搞得我也挺紧张的 这两天呢我会继续跟踪这个检测结果 希望我也希望在屏幕前的你一切都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哦 我是凯西我们下次见咯